好,今天要分享一个西北有趣的东西 很多我的朋友,收藏朋友 他们都说,为什么brother,你寄给我的币啊 全部要用这个aluminum foil来包住 好像一个kit-cak这样 其实是有原因啊 我们先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 你就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 首先,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我们只是拿PCGS盒子的币来做试验 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做NGC啊 我们现在只是针对PCGS 首先,你们要去PCGS的Apps 然后开动这个Scan NFC 就是说现在每一个币后面都会有这个 这个Sign 会有这些Sign 有这些Sign的话,这个就是可以Scan for NFC 你不要问我什么是NFC 现在我只是示范别的东西 那个以后我们才讲 当你的Handphone on了这个边嘛 OK 现在哦,Imagine 你现在是卖力PCGS Viv NFC 的那个 chips 在里面的,OK 已经包好好 要寄给你的顾客 你看啊 现在包好好了啊 我只要启动这个 我放下去 它会Scan到 它知道里面的币是什么币 等一下 你看啊 里面的币是什么 What the fuck 看 看 这些是 还是算 有很厚的一层东西的哦 竟然Scan得到耶 竟然Scan得到耶 OK 现在我们来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可能你说 哎呀,你放那么薄 当然啦 可以Scan到吗 肯定吗 好 我们再做多一个思念 现在 Fedex Fedex 我们来Scan啊 我们再来Scan啊 OK OK 哦 它Scan到咯 它Scan到咯 OK 可能你会讲啊 Fedex只带那么薄啊 现在我给你看啊 里面是什么 包那么厚 看到吗 我包那么厚 看到吗 包那么厚啊 看到吗 不厚 它Scan得到 你说恐怖吗 包那么厚 它Scan得到 你说恐怖吗 OK 现在 我再来示范啊 如果 我包 Aluminum Foil 它会Scan到吗 OK 我们试试看啊 OK 来 没有反应哦 没有反应哦 OK 我们看一下里面啊 这个是不是有NFC Chip的 Coin OK OK 这个是有NFC Chip的哦 再Scan多一次啊 OK 你看 一Scan的话哦 它就出来了 OK 我们再做多一个Experiment啊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这个 不准还是什么 我们再做多一次 OK 现在 Scan 我用一层 Aluminum Foil 挡住 我按Scan 看可以Scan得到吗 Scan不到 哦 看到吗 Scan不到 OK啊 现在我们要做另外一个测试 拿掉这个 放 这个 顶住 我们来Scan看啊 我们来Scan看 看到吗 看到吗 你们看到吗 这个也是很厚的哦 恐怖吗 所以 所以 现在你们懂 哎 为什么我Scan币的时候 我们会包到 好像一个 KickCat Aluminum 纸 在里面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啦 科技的发达 也有可能哦 造成我们的损失啊 这个我们只是针对 PCGF的 币 with 这一个sign 来做测试罢了 你不要问我 NGC 因为NGC 我没有try过 因为NGC 没有 这种chip 所以他们这个是 take不到 如果你们是 sendNGC币的话 那就放心啦 没有东西咯 当然当然 前提是 我讲了哈 so前提 是 我们 的币 如果有 NFC 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的币 要寄给你的 客户 寄给去哪里的话 有这个sign 你就要小心了 有这个的话 不用担心啦 这个是 不对的东西了 你按 scan不到东西了 scan不到了 要有 这种 它才scan得到 看完你要refresh 现在也scan不到 要refresh 再按多一次 它就scan掉了 很快 看到吗 看到吗 有趣吧 好 ok 今天 就分享到 这边为止 希望你们今天 学到东西 收藏快乐 我们下车 下车 我们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